1935年11月 红二军团 红六军团开始长征 其中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 是军团里的拳头部队 硬仗基本上都是由他们负责的 第十八团的团长和政委 就是成军和于秋里 后来都成为开国重将 而且于秋里有一次为了救成军 还把胳膊给炸断了 那是在1936年4月 红二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境内的乌蒙山 国民党军万耀皇的部队 一直在跟着红军部队 贺老总决定弄一个口袋阵 吃掉万耀皇的部队 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成军的第十八团身上 当万耀皇进入口袋时 突然意识到部队 急忙传令部队后撤 正在隐蔽的成军急了 从草丛里跳出来 大喊别让他们跑了 给我很恨的打 话音未落 红十八团的战士们就发起了攻击 火力之猛让万耀皇措手不及 但是成军没有意识到 有一个敌军的机枪手 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搭档于秋里感觉到了危险 朝着成军大喊一声 老成危险 同时猛的一把把他拉到草丛里 几乎在同一时间敌军的机枪响了 成军得救了 但是呼啸而来的子弹却打穿了 于秋里的手臂 顿时血如泉涌 成军赶紧给于秋里包扎 大声说 老于你傻呀 于秋里忍着剧痛 说我没事 继续指挥部队吃掉他们 成军站起来 对着大家高喊 一定要吃掉他们 为于政委报仇 大家群情激愤 很快就歼灭了万药皇的部队 但是于秋里因为缺衣少药 手臂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 只好截肢 从此成了独臂将军 后来成军每次提起这件事 都会感激的说 是于秋里的一条胳膊 救了我一条命啊 1955年涉嫌时 成军和于秋里这对老搭档 被双双授予 中将军衔